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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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危機 沒有人做你做也好 或者你處心積累等待這個位置也好 我都覺得你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 就有人說很擔心你 可不可以交到成績了 過去十幾年其實那個足球發展 就是王小義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不單是沒有氣息也是走下坡 其實你有什麼大計 有什麼板斧可以扭轉這個 這個臺勢或者這個逆境 使得香港足球可以振興 未上任前一個交流會 大家有一個議題就說 你職業聯賽搞到這樣 搞回二餘聯賽吧 以前的主席十幾年都付出了很多 時間啊 心機啊 但是似乎未能夠改善 目前的足運的情況 還有球市也都未能夠有起色按部就班 你又覺得過去足總 有哪幾方面做得是不到位的 或者做得不夠 你又想做回去的呢 董事局這麼多非球會的人士 做董事 外向外向 含合式似乎我們要多些 專業人士 進來一個監察監管 提出更加有效管治的方法 我記得我第一屆 進董事局應該是一個改革 二丙組代表那幾位 把持了我們足總好職 他話了事 那我們搞格組搞職業有什麼意思 變了有些閉端在這裏 在今天的社會 體育是不可以劃決的 要接收這個體育資訊 這個新的網站平台 一定不可以錯過的了